一起来关心生活资讯 112年度综合所得税 从5月1号开始申报 民众除了是可以亲自到场 办理相关业务 国税局同时也宣导 使用依化方式 线上缴纳税款 以及设定金融存款账户 直接办理直播退税 让民众不用出门 在家里就能够轻松的完成 只要透过网络报税 还有机会把20万元的奖金 听报回家 112年度综合所得税 从5月1号开始申报 北区国税局华联分局 在一早就出现报税人潮 为了推广手机报税 以及网络申报 同时宣导使用依化方式 线上缴纳税款 及设定金融存款账户 办理直播退税 财政部联合各地区国税局 举办行动一报税 好礼相送活动 由专员在场辅导民众进行操作 总奖金有高达465万元 那只要民众他在家 不要到国税局这边来 用手机报税 或者是网络申报的话 那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来抽这个大奖 奖金非常的丰富 第一特奖的话 我们投奖是20万元的一个现金 那今年为了鼓励民众 用手机来报税 所以我们有加码奖 手机报税的加码奖 那也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民众呢 他是完成税额四算 那也就是用那个退税 用账户来自动拨退税的话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来做 我们的有关的 一化缴退税的一个加码奖 那这个奖项非常丰富 我们会在8月中旬的部分呢 会来抽出大概有 另外国税局也提醒地震灾户 目前灾损申报 已经从原本的30天 延长到3个月 民众如果属于红单户 只要把损失清单减负给国税局 就会重宽重减重述来审理 尤其损失金额在30万以下的民众 今年也可以做书面审核申报 就进到乡市公所 找村里林长做清策照册给国税局 而财产损失的部分 则可以在明年申报众所税时 列报为列举扣除额 记者徐立芹华林氏报导